第八屆台中市美術家街立場 因您的參與 綻放廣場 台中市黨林佳龍進陣 謝謝全區 鼓勵的阿波蘭 鼓勵姐也再一次 恭喜我們的王位長 過去的年代 青年人有三個大夢 一台腳踏車 一個好老師 一段刻骨鳴心的感情 黃慧城的腳踏車早已奇壞 刻骨鳴心的感情也發酵成為甜蜜的家庭 而那位好老師 三十年後歷臨會場 他說 黃老師從高一進來 就是很認真的一個小孩 下完課都還留在學校 我們是美工科 當時的作品 當時的希望 以跡象 以寫實為主 今天他已經從跡象 慢慢進到抽象 代表著他的畫境已經達到一個水平 讓我現在感到真的很有成就感 祝福他有更好的發展 更上進的發展 謝謝 非常感謝今天藝術界 有非常多的前輩藝術家 麗玲 我們台中要舉辦世界花卉博覽會 11月3號一直到明年的4月24號 在我們的豐原 在我們的厚禮跟外婆 舉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時候大家來這邊也順便參觀花博 進來之後看到他所呈現出來的各種風貌的作品 我更很興奮 總算沒有白交 進在一個大畫家叫做齊白石 他說 作品廟在是與不是之間 如果太是是妹 不是是妻 他的步伐一步一步的在改變 學了老師 但是早期像老師 現在已經不像老師 所以我們講說師父領進門 修行在個人 他創下了萬合宮美展兩度奪魁的紀錄 這是目前沒有人可以超越他的 慧晨老師有一顆善良慈悲的愛心 他長期投入特教 弱勢學生的美術教育 其中的酸甜苦辣 不是一般人可以體會的 首先感謝師父局長 還有我的恩師廖本生老師 陳學敏老師 我的那個高中美工科技中老師 我非常感恩 因為三十年沒見了 然後那天回徒校 然後拿了那個邀請函 然後他也非常的驚訝 說那我想老師能夠出現 讓我也非常的有信心 那今天我們的花位 原生還有美 原生 還有美世界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会用这个绿色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用红跟绿的一种对比效果来呈现这个画面 法治幻象呢它本身呈现的就是把那个集合造型跟书法做一个穿插 那我想要营造一次一个就是书役本身呢它还是无远佛界的 它可以透过点线面呢把西方的美彩做一个组合 孩子呢在越小的时候呢那个我们的末梢神经刺激越多 对孩子的神经也发展越好 所以我就想到那个脑细胞的一个神经线 然后透过我们教学上的刺激呢它会产生一种连结 想象力呢其实在我们教学力是非常重要一般 早前我们台湾的教育就是说 只要你描写的很像那你就是艺术家 可是呢当我踏入这个行业以后呢我发现 艺术家绝对不是只会抄袭 你要跳开这个框架然后呢能够读出一个 那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好